很喜欢这一组的合作 但是呢有一点呢 有一点小小的意见 就是这一身装扮 其实当初为什么 没有让我先看见 更愉快 大张文老师 你应该是第一次看到 这个变形金刚 从这个歌出发来说 就是前边 他唱起来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所谓的那种 预料中的深情 因为很多人唱慢歌 就一定要显得都是很深情 一定要显得自己 好像很懂这个歌 但是他用他自己的那个态度 唱慢歌这件事情 我觉得特别棒 对 然后我们毛线团老师一出来 那就是厉害的 整个既飘凌 两个人又拿那声音 互相的碰撞 每一秒每一拍 让我们都觉得是一个 特别完美的享受 对吧 那这样好了 我们就来猜一下 毛线团小姐姐 因为上一期 吴老师也一直说 他是导师级的人物 所以我很紧张 如果我们没把他猜出来 很失礼 导师没什么了不起 爱带人唱歌 就倒上了 哎 老师这个 小师这么一说话 感觉有一种 红单单的气质 是 qued发现 老吴